大家好,我是陳怡婷營養師 目前是在醫院當作臨床營養師 主要的專長是三高慢性低含 還有一些減重減脂的營養照護 也有經營自媒體 最近有出了一本書叫做 《懸食營養師的一日三餐減談餐盤》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搜尋看看 那我們今天主要來講一下 我們降檔固醇的飲食要怎麼注意呢 檔固醇 檔固醇比較常聽見就是高低跟好壞 那好的檔固醇通常會說是高密度檔固醇 那它可以幫助我們肝讚代謝多餘的檔固醇 那壞的檔固醇通常會說是低密度檔固醇 那過多低密度檔固醇的話 會增加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因為它會累積在我們的血管壁上 那像攝取過多的飽和脂肪酸 像是油炸物肥肉控肉這些食物要特別的注意 會增加動脈硬化 然後增加中風啊 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還有心肌梗塞的風險 因為我們其實體內的檔固醇呢 7到8成是我們身體自己製造的 那2到3成其實跟飲食比較有相關性 那有一些像是高檔固醇症的人啊 其實有一些是基因遺傳的 這時候呢除了飲食要注意以外 其實要搭配藥物治療 其實不一定 因為吃素的話要看它吃的是什麼食物 因為有一些素食者會吃比較多加工品 像是素肉啊植物肉等等的 那有一些這些加工品飽和脂肪酸比較高 那飽和脂肪酸比較高其實也會增加我們 就是壞的檔固醇 所以也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目前很多研究都說 吃蛋不是影響檔固醇的主因 主要是飽和脂肪酸攝取過多 像是油炸啊肥肉空肉 跟一些比較多奶油的烘焙食品 那其實健康人啊 每天吃一顆蛋是沒有問題的 那蛋因為它是蛋白質 所以你要計算在一天的總蛋白質的攝取量裡面 所以不用太擔心吃蛋會增加檔固醇的風險 海鮮其實它是飽和脂肪酸呢也不高 跟紅肉啊豬牛羊相比的話 它飽和脂肪酸是比較低的 而且它是低質高蛋白的食物 像是魚肉啊蝦蟹啊蛤蜊啊這些其實都可以吃 雖然我們剛剛有說就是二到三層跟飲食有關係 但是不代表飲食就不重要 因為如果你天天吃油炸的食物 肥肉控肉或者是一些高脂肪啊 飽和脂肪算高的 其實也會增加我們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而且這些食物其實熱量也比較高 除了心血管疾病風險的話 也會增加肥胖啊一些慢性病的風險 所以其實也要特別的注意 其實有研究的顯示就是植物固醇啊 它其實對我們降低檔固醇是有幫助的 那植物固醇其實主要是存在於 天然的植物裡面的一個有機化合物 像是一些堅果類或者是顴骨類大豆類等等的 那植物固醇呢我們從天然的食物中 其實攝取到不會那麼多 因為從天然的食物中攝取到可以降低檔固醇 其實比例不多 像如果你要吃到有效劑量的話是兩公克 研究質素是兩公克 我們要喝到一到兩瓶的橄欖油才有達到那個效果 所以目前從天然的食物中其實吃不到那麼多 那現在市售上有一些是添加植物固醇的油品 大家可以做選購 像是膳食纖維 尤其是水龍性的膳食纖維呢 它可以幫助就是我們跟我們的膽酸結合 膽酸就是膳固醇的代謝產物 然後結合排出體外 像是水龍性的膳食纖維 像是燕麥、豆類 還有一些菇類、秋葵、木耳 這些大家可以多選用 第一個就是減少飽和脂肪酸的攝取 像是油炸物、肥肉、控肉 那再來第二個呢 烘焙食品 像是蛋糕、甜食、奶油比較多的要特別注意 因為它也是飽和脂肪酸比較高的 然後加工食品也要減少 因為加工食品它可能會添加比較多的油脂跟添加劑 那還有呢要注意膳食纖維的補充 像是蔬菜水果也要吃的足量 首先就減少油炸的嘛 因為我們現在外食足比較多 所以早餐的部分你們可以選擇像是 燕麥、油、水龍性膳食纖維 然後搭配像是鮪魚三明治 那午晚餐的話一樣就是 我們飯可以選擇味精製的穀類 像是糙米、五穀米 然後搭配兩三樣的蔬菜 那蔬菜除了呢 非水龍性的膳食纖維以外也要有水龍性的 像是菠菜啊搭配什麼木耳或者是香菇 然後肉類的話可以選擇呢 低脂的像是雞肉或是海鮮 然後減少油炸的選用跟加工的肉品 如果想要降膽固醇的話 飲食跟運動很重要 那飲食呢有提到就是要記得 減少油炸肥肉控肉、飽和脂肪酸高的 還有一些烘焙食品 然後原型的食材、取代加工製品 還有就是增加膳食纖維的攝取 那運動的話呢會建議就是要有規律運動 每週一百五十分鐘以上的中強度運動 那你可以分三到五次一次三十分鐘以上 那如果你有遺傳病時 有高膽固醇血症的人呢 會建議就是固定回診抽血檢查 然後搭配藥物的治療 那我最近有出了一本書叫做 就是用一種比較簡單的方式跟大家做分享 字幕仔細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